如果本王就非你不可呢 大王 我能进去吗 进来吧 你来得正好 昨夜之事是本王唐吐了 让你受惊了 不不不 都是我的错 我今天呢是特意过来向你道歉的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知道那个里面 没事 反正都过去了 上次是我太冲动了 这次呢 我们就放下对彼此的成见 开诚不恭地好好聊一聊 好啊 你想聊什么 我是真的不适合当你的王妃 你又没当过 怎么知道合不合适 你听我说 你想想啊 第一 我又不愿意遵从你们宫中的规矩 第二 我还不会做饭 我怎么当王妃啊 第三 我总是稀里糊涂地害到你 这总不可以吧 第四 我脾气还不好 我总是想跟你对着干 第五呢 你整得有点丑 我又有点害怕 最重要的是 我们俩 就不是一类人 我迟早要回家的 我知道 像我这种绝世美女呢 你很难遇到 但是 你们华寿族也是人结地灵的 好姑娘大把多的事 你总不能 在我这棵树上吊死吧 如果本王 就非你不可能 可是 婚姻大事 怎能勉强呢 为什么不行 我看换 我看书上说了 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 可是 我不想跟你慢慢来 我只想回家 要不然 你就帮我这个忙 把我送回去 我岂怕从不欠人人情 将来我一定还你好不好 本王到底要怎么做 你才能不离开花寿 我究竟要怎么做 你才能听得明白啊 你有什么想要的东西 想完成的事情 都可以跟本王讲 本王都帮你实现 只要你留在化寿 我只想回家 那要不 你在大夏有什么留恋的 或者想要的 本王替你取来 也可以替你缓解 思乡之情 当真 当真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